好看完猫咪桌燕子 那一般来讲猫咪桌老鼠 不过呢如果在菜单上看到老鼠肉 其实不是老鼠 而是猪肉的上后腿肉 吃起来比较无油脂又Q弹 是怕肥肉人的最爱 还有民众说他到彰化过年 半夜吃宵夜时看到菜单上有菊花肉 很好奇说到底是哪个部位 其实啊菊花肉是猪的脸颊肉 猪肉切成薄片 淋上特条的酱油糕 点缀一些姜丝葱花 简单却有美好滋味 你知道这盘肉叫什么吗 它叫菊花肉 菊花肉到底是什么肉 有点过的民众也讲不清楚 有民众跟老公回彰化过年 到小吃摊吃宵夜 发现菜单上有菊花肉 很好奇这是什么 来来来这个阿姨有答案 这是那个脸颊的肉啊 纹路像极花 所以叫做菊花肉 原来菊花肉就是猪的脸颊肉 因为切面纹路像菊花花瓣因此得名 吃起来口感软嫩 是吃黑白切的必点品项 老板说的确有不少客人拿到菜单就举手发问 还有人以为是这个部位的肉 上的客人说那个好像是屁股的肉 我也不知道 应该都不是 是嘴边肉 另外还有老淘加码推荐老鼠肉 是猪肉的上后腿肉 几乎无油脂又Q弹 可说是怕肥肉人的罪爱 所以老鼠肉不是真的老鼠 菊花肉的此菊花非彼菊花 下次到小吃店就知道怎么点菜了 记者戴欧帽 张罗报导